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 咱一直强调一点 其实今天股开来判什么 或者说薄熙来将会判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呢 实际本身已经是一种报应 这个非常清楚 实际本身已经是一种报应 但具体判什么呢 其实着重点在过程 这个过程让我们很多的人从不明白转成明白 更多的人也看到了今天整体的从上至下的体制内呢 大家都对这个体制呢丧失信心 就在他们的过程当中 就在最上层的所有智囊在拿捏如何处理这件事 和把这件事情拿到公众当中在处理的过程 我们就看到了真相 很多朋友呢 其实在过程当中呢 明白了这一点 特别做这个新闻的 特别是在媒体的这行业的 因为媒体人他有机会接触事实 同样他也有机会遭到了上级来的命令 要求他如何扼杀事实 他的人性就会受到磋伤和打击 在这个既要生活又要保持人性 不愿意扼杀自己尊严的背景之下 中国人会想出很多的招 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引述了国内的一张照片 文章这么说的 博古开来死缓 瘦瘦身子就出来了 大家听着就有点逗 这实际是抑郁双关了 这个是在山东的一个报纸叫做金晨六点 他登出的这个照片 这照片的上半截呢 是博古开来判死缓 下半截呢 是一个耗子 硕鼠钻到了我们看到是一个罐头盒里头 口太小 所以他鼠太大 只能瘦瘦身子就出来了 这话隐喻的 一直探讨的博古开来 说有人说不是他 太胖了 这个了那个了 说了这些 有人这么说那么说 那在这个文化人里头 这个山东人描述很简单 人家古开来厉害 蹲橘子都给蹲肥了 蹲得这么胖 蹲成硕鼠了 这是一语双关的 硕鼠呢 想出来的时候得瘦瘦身子 所以就是这一次 古开来遭到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就委屈你了 瘦瘦身子减减肥 就这么个概念 但是我们能品到其中的味道 那文章解释这么讲的 山东报纸金晨六点 昨天头版上半部是古开来被判死缓 下半部是老鼠被困在了啤酒罐里面 两个标题放在一起 就是博古开来死缓 瘦瘦身子就出来了 所以有网友称赞 编辑太有才了 新闻管制之下的幽默 另外一哥们说 给版面编辑贵了 就说绝对是高手 文章上来提到说 审一个假的古开来 逼一个假的周克华 是今天党国真正威武所在 这是当今大陆最热门的两大话题 一个就是古开来是不是替身 一个就是重庆汉匪周克华 是不是根本还 哥们一直还在干 被打死的是个冤死鬼 那这两件事情呢 本来呢 关系不大 但为什么朋友们放在一起了呢 他说的也很简单 就是中共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假话说的太多 说真的也没人信了 那这个呢 我觉得概念就非常清楚 真正的看点就是 你今天拿出所有的东西 老百姓的眼睛里 一定反着看 你党拿出所有的东西 大家伙都反着看 这就成了规律 就这么回事 真的假的 根本不重要 有一点最重要 没人相信你 共产党今天说的一切 古开来的庭审 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罪恶 这是人们都看到 所以你庭审就是狗熊掰棒瞎掰了 对吧 你糊弄我们老百姓 谁让你糊弄 其实就是在这 那北京历史学者张耀杰 接受香港苹果记者采访时说 周可华这个疑点太多 还真不好说 但古开来这个人 至少不会是假的吧 有些朋友认识他 见过他 看照片是有点变形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原来的样子 那当前归根结底呢 就是一个不信任 就是老百姓对官方对党的任何东西都不信任 这个共产党已经执政六十多年了 还像地下党一样 什么都瞒着 该告诉呢 不告诉大家 那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大家也没必要相信了 另外 古开来疑点很多 他贪污那么多钱 钱到哪去了 你得告诉我们所有的内幕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对吧 你一切都是在演戏 谁信你啊 所以 而今天你想封杀大家伙 你怎么杀你能封谁 你们都打成那样了 你们都打成那样了 你封谁啊你 这就是2012真相大白 我还是说 这还是归了包归 就是涛哥这句话 2012真相大白 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穷途末路 他的邪恶的一面 那文章里又提到说 古开来到底是真是假 包括这个英国的媒体说 有一个什么面向学家了 我觉得意义不大 那但是文章后面他提出一个概念 他是这么讲的 对于网上就古开来河 周克华的案子出现的种种质疑 北京法治日报社论指出 过度质疑折射出民众有强大的焦虑 不安全感和对权力的不信任感 也说明曾经有不少官员太爱作秀 太喜欢说假话 太善于演戏了 以至于今天你说了实话 他们还是不相信 这就是说假话的代价 你这话说的里对不对 绝对对 但是否过来你这话错不错 还是错 我说对 你表现出来的事实 我说错 就是后边这句话 以至今天你说了实话 他们还是不相信 你今天就没说实话 古开来庭审的过程就在演戏 是假的 你就没说实话 你怎么能是真话呢 你怎么说是实话呢 你变成了受委屈了 所以变成法的还在往里头折祸 自始至终 不说假话能成为政治局委员吗 不说假话能成为省级高官吗 缺心眼是不是这道理 我觉得通篇文章就揭示出来 当完蛋了 那我说是假的呢 可能朋友说 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人说好话 你也没 你也怎么着了 网上有另外一篇文章 也是今儿出来的 江三个婊子又说话了 江三个婊子又说话 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人民日报发文 盛赞江河新 文章讲说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 说盛赞江泽民 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你说他也挺准 第三代领导核心 创立了三个婊子的理论 那就是 我跟你说这天意嘛 他就颜色喝份 这一点没份 有份 咱一定找钱换 把他描绘成 叫接受新思想的改革家 他绝对是接受新思想的改革家 毛泽东的时候 那时候他只有一条 许他搞下属的媳妇老婆 不许老百姓有任何的想法 那个上山下乡的时候 你问问刘元有机会的 包括问问薄熙来 有机会的 上山下乡的时候 那时候男女生拉了手 我跟你说 完了 又出毛病了 到了江泽民这时 叫三个婊子 可不是 他反过来了 绝对是改革派 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原电子工业部的部长 叫做张婷 那张婷大概力挺江河心了 我还是提醒大家伙那一点 从去年10月10号露面之后 蛤蟆一直在叫 就没见蛤蟆在哪呢 蛤蟆一直在叫 就没见蛤蟆在哪呢 所以咱就不知道 这只蛤蟆是有人从排泄系统 拿了个桶子打上气 在吹那个 这么一压那气 那蛤蟆嘴不就咔咔出事吗 我估计就是这么点事 所以文章讲说 在这个时候 拿出这样的文章是有目的的 因为现任和退休的 中共政治局以上的官员 正在北戴河召开非正式会议 那另外呢 紧接着提到说 其实明报已经透露过消息 在本月17号是江泽民的生日 本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要赞扬他的 结果人民日报没给登 但这一次人民日报 却大篇幅的去盛赞 将三个婊子 所以这就表明 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惹不起这两篇文章不同的派别 所以你不让我登 我就不登了 你让我登 我就登了 所以这癞蛤蟆有时候这么叫 有时候叫不了 那德国之声的记者 采访了开放杂志的总编金钟 金钟明确说 实际江泽民从上任开始 就在政治上开倒车了 所以金钟实际是全盘的否定他 而至于这件事情的出现 金钟明确讲说 这实际是不同派别 想在最后的时候 能够争取自己的利益 保住自己的权利 其实别的什么都没有 金钟在文章里衡量了几个不同的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也知道胡锦涛 他就提到说 其实对于中共的历史的过程 重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执政的理念 作为衡量的标准 所以他在衡执政的理念上 全盘否定了江泽民 那我相信是个人就得否定他 不是人才会送养他 三个表的能上都拿来 你说谁是人 是好人 你能赞扬吗 对不对 你真上外头去表的时候 你还得背着媳妇呢 你知道你干了缺德的事了 所以他江泽民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上面 可能朋友说 涛哥你说的太损了吧 江泽民没那样 那咱就让编辑拿出来 江泽民再开十七大 或者两会 十六大时 看着那个孙女背的 十几岁二十岁的女孩 你看那眼睛 他着急呀 我怎么穿着衣服在那开会呢 你怎么看他那眼睛 就是老不死的眼睛 所以这就是我说 别的我们都不管 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 小窗户扒一针 一开门 就知道心里想什么 这就是江泽民 别的都是瞎扯 所以我们通篇看过来呢 我个人觉得呢 今天中共到了一个 真正真正最麻烦的时候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